接下来再来看到就是国际钢琴巨星朗朗 在睽違三年之后 2016年回到洛杉矶 选择超过94年历史 世界著名的娱乐圣地好莱坞晚 再次和洛杉矶爱乐联手 在中国之夜音乐演奏会上面 要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并且接受了东森新闻的独家访问 这是被美国权威主流媒体 评为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最闪亮的偶像明星 也是被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热爱并一致授聘 他也是中国当代第一位 站上古典音乐国际舞台的钢琴家朗朗 最近更专程来美与LAFIELD 洛杉矶爱乐与民指挥家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一起演奏 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每次能来好莱坞的报 演出都很高兴 然后尤其是和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在这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夏天的晚上 然后演奏 而且这次我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这个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然后这也是一个 我可以说我最喜欢的协奏曲之一 然后这次还是和我非常好兄弟 杜达梅尔指挥大师一起合作 然后再加上这个非常棒的 其实弹起朗朗就不得不提 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因为早在1999年的 纳维尼亚音乐节 当年17岁的朗朗 就是替代身体欠佳的安德烈瓦兹 上台演奏成功 因此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可以说是朗朗第一次站上国际舞台 最初最重要 也是最有激情最想淋漓尽致发挥的钢琴曲 更多的内涵的东西 包括有一些很多芭蕾舞的一些 这个境界 一些这个舞剧的这个境界在里面 有的时候手指感觉就像在跳舞一样 尤其在第二月章里面 那么包括第一月章呢 有一个就是在钢琴的大的滑踩以后 有一段是等于是从梦中 微微的慢慢的醒 醒下来 然后就是这种非常慢的非常缓的 但跟乐队一起的苏醒的这种感觉 唱谈朗朗与洛杉矶爱乐 还少不了一位 曾被全球古典音乐界 冠上女版朗朗称呼的 知名华语女钢琴家王宇佳 不止与朗朗一样 曾就读于科蒂斯音乐学院 而且都关着同一位老师 加里格达夫 面对这位小学妹 与许多一样热爱古典音乐的后辈 朗朗也热情分享古典音乐路上 丰富的经验与历练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肯定有很多挑战 肯定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要放弃 都会有 这种可能 这种感受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 大家如果真正 享受在舞台的那一刻的时候 这些事情 就不算是一个事情 而强调好莱坞丸的演出 将是另一个开示 朗朗还开心预告 同样在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 未来他将继续 LAFUEL 洛杉矶爱乐一起 挑战另外一种 全新高难度的 古典音乐演奏会 来回报美国古典音乐粉丝 多年来的热情支持 明年的迪士尼音乐厅 我会带来完全新的作品 比如说下半场全部是西班牙的曲子 比如说这个格拉纳多斯 这个阿尔贝尼斯和这个法亚 选择于LAFUEL 洛杉矶爱乐 跟洛杉矶民众脚型外 许多民众可能不知道 朗朗还是朗朗国际音乐基金会的 创办人 为了答谢洛杉矶观众 他还特别排出时间 在迪士尼音乐厅 教导多位热爱音乐的青少年 敬敬情谊 并传达一份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我们来的观众 全都是小朋友和家长 就是所以这次我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 Q&A这个section 然后有一些问答环节 还有一些我的自己描述的 这个学情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 而且这也是我的金金会想做的 故意把握夏季美好时光 LAFUEL 洛杉矶爱乐 从即日起到9月25日 开放观众前往好莱坞晚 陶醉在动人的音符中 7月21日还有女版朗朗 王宇佳钢琴演奏会 查询更多音乐场次 欢迎观众踊跃上 洛杉矶爱乐观望 多日新闻未宽用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